说起台湾艺人 有一个非常奇葩些传奇的人物 不得不提 他就是许淳美 很多人认识他是通过蔡康永和小S的康熙来了 许淳美在里边一直自称是上游人时的架势 让小S都甘拜下风 这个人据他自己讲自己的经历 年轻时被强暴强取 一生嫁过五个男人 花钱养小鲜肉被家暴等等 真的是浑身上下都是新闻点 这位台湾的话题 女王到底人生多么传奇呢 其实她出生在一个台北非常贫困的家庭 在家中排行老大 父亲在动物园替人拍照赚钱 有一次得罪 外国人要跪下来求饶 从此让12岁的许淳美发誓 一定要成为有钱人 话说年轻时候的许淳美的确长得不错 说不上清城清国 但也的确算是清纯可人 她自己说正是因为她的美貌 被一个富豪看上 利用权势将她抢解 后来又抢取未妻 但这段婚姻到25岁就结束了 她又改嫁了另一个富商 郑其松 第二段婚姻成为许淳美 人生中五段感情中唯一怀念的时光 但好景不长 第二人丈夫却因为肺癌过世 不过这也改变了许淳美的人生 因为老公郑其松 给她留下了巨额的遗产 让许淳美真正变成了有钱人 据她说 这笔财产有十亿新台币 她在台湾 日本 每个月房主又有五百万 从此一跃成为了上流社会的人 获得了钱却不甘寂寞的许淳美 从此开始了造作的生活 许淳美用钱来购买年轻帅哥的爱 2002年 她嫁给商人黄海明 光是结婚就送给了南方 450万的宾室房车一辆 现金二百万 同时每个月都会给黄海明五万块现金花 然而搞笑的是 这段婚姻的终结竟然 是因为南方回家抓到许淳美 与其他男人私混 被捉奸在床 出轨对象是一个牛郎情人林宗一 当时二人大打出手 后来对不公堂 许淳美绝不承认二人出轨事实 说他们只是盖着棉被纯聊天 这个解释也让公众震惊掉了头 2006年 二人正式离婚 许淳美再次看上 小他25岁的小鲜兽 对方是中日混去儿 从小在国外读书 回台湾创业 二人在综艺节目上大秀 恶不避讳 可是三个月之后 许淳美就向媒体哭诉 这个男人向许淳美掏钱不成就暴力相向 导致他直接比两股骨折 身体也多出受伤 一时间媒体都到医院采访 将里边堵了个水泄不通 后来许淳美伤好之后 与家报的情郎闹败 转头与助理结婚 这次给了男方一百万 但婚姻不到18天就结束了 最后一段婚姻 更让人震惊 他嫁给了当时被捉肩在床 但是只说是盖着棉被聊天 那么个牛郎林总医 这段婚姻他花了两千万台币 每个月给男方二十万 成为了几段婚姻当中 许淳美付出最多的一段 但这个牛郎丈夫却沉迷于地下期货 前前后后输了两亿 许淳美只能帮着这个小丈夫还债 二人协议离婚 但许淳美仍然沉迷在年轻肉体中 还和他继续同居 无奈这位牛郎可能是许淳美的姐 后来许淳美叫来媒体声讨南方是乱中期 甚至想到台北搜狗大楼跳楼自杀 五段畸形的婚姻让许淳美身心俱疲 他表示自己会潜心礼服